硬皮症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会导致皮肤、血管、肌肉、关节和内脏等组织的纤维化 硬皮症的症状因人而异 但最常见的症状包括 皮肤变硬、变紧 尤其是面部、手指、手掌、脚趾和脚底 雷诺现象 手指和脚趾在冷刺激下变白 发青或发红 指尖溃疡 关节疼痛和僵硬 吞咽困难 肺部高压 肾脏问题 硬皮症的病因尚不完全清楚 但可能与遗传、环境因素和免疫系统失调有关 硬皮症目前尚无治愈方法 但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来缓解症状和改善愈后 药物治疗包括 免疫抑制剂 用于抑制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组织 血管扩张剂 用于改善血液循环 止痛药 用于缓解疼痛 非药物治疗包括 物理治疗 帮助保持关节活动范围和肌肉力量 心理治疗 帮助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压力和情绪问题 硬皮症尚无预防方法 但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降低患病风险 戒烟 避免接触有毒物质 保持健康体重 适当运动 如果您有以下症状 请及时就医 皮肤变硬变紧 雷诺现象 指尖溃疡 关节疼痛和僵硬 吞咽困难 硬皮症是一种慢性疾病 但通过积极治疗 患者可以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 请不吝点赞